金口真理子体型矮小娃娃脸 4月2号到台湾旅游 4月5号离开台南市然后失踪 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是透过日本教育协会来报案的 日本国民观光到台湾这边来下降 蛮严重的 一个老刑警在刘萱娃家里面 也是这样祭拜的时候 对金口真理说 如果你是死在这个地方 麻烦显灵一下 突然之后他觉得被推了一下 这个时候他心里就很笃定 很可能那个地方就是命案县 正当刘萱想要跳楼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阵大风吹来 好像就会把他吹回那个地方 好像是金口真理子不让他死 那他一定要来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那极端的分子 他那个随时都有危险性 连在家里面有说 谁放他出来谁负责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准备想 1990年 有一名日本女大学生 金口真理子 他来到了台湾旅游 结果竟然遭到了一名 舰车司机刘学强的杀害 刘学强当年被判处了 无期徒刑 到现在他已经入狱服刑 将近30年了 依照旧的假释法 刘学强他早就符合 提报假释的资格了 而最近预方评估 他的各项分数的表现 也准备要帮他提出假释的申请 但是没有想到 刘学强他的家人 拒绝提供入住的同意书 这个入住同意书 有多重要呢 因为矫正机关 必须要先确认 刘学强在你离开监狱 获得假释之后 你要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才能够交付管束 否则就不可能 帮他提报假释 但没有想到 刘学强的家人 根本就不希望 刘学强回家 甚至还放话了 谁把他放出来 谁负责 为什么就连刘学强的家人 也完全不想再跟这个人 有任何的瓜葛呢 刘学强他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据传 他在服刑的期间 经常跟育友发生争执 他的情绪管控 显然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最后育方不得已 只好把他安排到独居房 一个人住 曾经辅导过他的教诲师 黄明镇他最近拿出了一封 刘学强寄给他的信 他写得厚厚的一大碟 字里行间看得出来 充满了怨气 刘学强说 他恨透了所谓的公职人员 包括了狱卒 法官 检察官 条子 也就是警察 还有所谓的宗教人士 他说这些人 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都是奇烂无比的贪官污吏 最后刘学强他还说 如果牧师不愿意帮他申冤 那就把整封信退回去给他 黄明镇说 刘学强的精神状况 真的不好 而截至目前为止 育方一共帮他 承报了二十四的假事 结果通通遭到了驳回 刘学强甚至在2011年的时候 他搬购 他否认杀害了井口真李子 他说凶手是另有其言 而真正的杀人证据 就埋在高雄的小港 他可以帮忙带路 不过刘学强的再审的深情 同样是遭到了院方驳回 我们回顾这起命案 在当年引起了台日震惊 一度吓得有很多的日本人 都不敢来到台湾观光旅游了 1990年4月28号 新来人往的台南火车站内 一个身形娇小 面露愁容的日本籍妈妈 低着头弯着腰 沉痛地把邪寻爱女的传单 一张张送到旅客的手上 井口真李子身高153公分 体型矮小娃娃脸 现年23岁的井口真李子 是在4月2号到台湾旅游 4月5号离开台南市然后失踪 他的母亲和妹妹 曾经数度来台寻找 都没有结果 其实当年警方查了 非常非常地多的线索 现在还有制作的海报 到处去彰贴 在所有跟日本人 或者是观光客有出入的地方 都彰贴那种黄色的海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我们这个案子压力非常大 因为它是透过日本 交易协会来报案的 日本国民观光到台湾这边来 因为这个案子的影响 有下降 蛮严重的一个趋势 根据当时的记录 我记得是整个日本的观光客 少了一层 井口真李子的失踪 让台湾在日本人心中 治安良好的形象 倚若千丈 日本观光客来台人数 更在当年度首度出现 复成长 一切的起因要从这一天说起 1990年4月2号 在日本就读玉茶水大学 四年级的高材生 井口真李子 回报着愉悦的心情 独自踏上宝岛台湾 自助旅行 他是收集世界各国的这些文化 尤其是中国传统固有文化 很有兴趣 所以后来快毕业了 要写论文 所以他就想到台湾 井口真李子 他每到一个地方 他会发明信片回去 今天是4月2日 台北到台北到达 高级博物馆 浏览大台北的历史风景 井口真李子旅行的惬意 在台北待了两天后 他听闻南部古迹文物丰富 因此决定南下 搭乘火车 前往台湾最早开发的历史之都 台南 抵达台南府城的井口真李子 拿着地图找入 却迷失了方向 当他向一名年约30岁的理性男子问路时 对方不仅热心回应 还主动当起导游 骑车载着他到市区绕绕 这位李先生也是很浩客 很热心 反正他家里也有多余的房间 就让他这个流速 其实井口真李子 他来台湾 从台北一直玩下来 都受到我们的台湾同胞 很热情的一个接待 所以以至于他到 玩到我们南部的时候 其实我在想他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戒心了 深信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因此就算是第一次碰到的陌生人 井口真李子 依旧毫无防备地住进理性男子的家中 也写了封明信片 跟妈妈报备行踪 尝游台南两天 井口真李子决定再往南走 下一站高雄 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搭上十一点三十分的这班复兴号列车后 却从此失去音讯 井口真李子的妈妈 再也没收到女儿的明信片 原定两个礼拜后搭乘返日的班机 机场人员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 井口妈妈根本无法与女儿联系 所以他开始紧张 就透过日本的这个外交部 来查说他的女孩 这个是不是失踪 有关于失踪案 失踪人口案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死亡 大家也没一个确定 那时候传说 因为他涉及日本 他说是不是跟日本的黑帮有关 或者是被卖去私仓聊或等等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这方面的传闻 就特别多 于是台南警方 分批到特种营业场所 一一搜索 试着找寻他的踪影 但几个月过去了 井口真李子像是人间蒸发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当专案小组毫无头绪之际 一名男子找上了警方 警方口中的证明李姓男子 就是当初在台南曾接待过井口真李子的热心民众 他把两人的相识过程 两天的行踪一一交代 并称说他们分开当天 他曾拜托台南火车站的账务员 关照井口真李子上车 李姓男子的供词 句句说得仔细 警方调查发现 井口的行踪 都与李先生的说辞相符 台南火车站的战案务人员 确实也曾募集李先生 送井口真李子上车 因此最后排除他设案的可能 也把搜索范围锁定在高鼠内 当时听说井口九指 曾经有找过林媒 那这些林媒就跟他说 在河边 在海边 包括曾经我的整片东西搜过 也怀疑就是在曾经我们那边 就是城市黄角野外 也是全面发动地井密码 地毯式搜索过 也是没有收获 生死胃部的井口真李子 让警方疲于奔命 井口真李子的妈妈 也在女儿失踪后的半年内 连续来台三回跨海巡女 已过了半年依旧没有下落 专案小组直觉反应 井口真李子恐怕真的是 凶多介绍 大家好 我是廖怡婷 台中是台湾六都之一 还曾荣获幸福感最高城市的殊荣 台中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今天就透过镜头 带您来了解台中的异国文化和文创特色 全台唯一的鱼人艇日本星光市集 就位在台中渔市场内 门口的大型红色鸟区充满日式复古风格 市集区域分为一到六班街 每条街道都拥有独特特色和美食 满满日式正宗小吃以及怀旧夜市游戏 还能穿上华丽质感的和服 不用飞日本 在台中就能感受日式氛围 并接着塔可市集是由在地微型创业家 将创意设计艺术美学融入生活 不定期于西区美术圆造商圈或台中各地摆摊 摊位也充满多样化 像是蔬果 点心 小吃 不施配件 10月下旬还有市集活动 喜欢文创小屋的观众也千万不要错过 2024台中购物节即将登场 下载台中通计购物节APP 登陆消费发票以及收据就能参加抽奖 天天抽现金参签 还有机会抽中汽车 百万现金以及压轴大奖 台中的独特魅力等您亲自来探索 好 尽管如此 警方依旧希望 井口真理子只是迷路 只是失踪了 没有想到有一天 警方竟然接到了线报 有人说他们看到一个怪怪的 机能车司机 他在车上摆满了神像 最可怕的是 他竟然主动地跟家人说 最近电视新闻报道了 那个日本女大学生的命案 就是他犯的 而犯案之后 那个女大学生每天晚上 都会来找他 但是没有想到 警方真的上门之后 这个机能车司机刘雪强 他竟然石口否认 不过警方从他家的水表的用量 找到了一个可疑的数字 警方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位在高雄小港机场行的 计程车排班站 不晓问奖 趁着等待出车的控档 打牌聊天 当年 警口真理子失踪案爆发后 其中一名司机的行为 经常称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他这个里面就放个神明嘛 都是一尊而已 他几间是放在 放在预料板上面 那我们就很大尊嘛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不是很小小的 对啊 对啊 这很大的啊 那我们奇怪 怎么把那个神明干嘛 然后够了一阵子 我换到外面来了 整个放在预期呢 对啊 对啊 连在上面了啊 尤其我们跟踪他啊 跟踪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啊 确实有发现一些 比较异常的现象 有放那个活金在那边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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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不知道干嘛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放那个东西啊 我们大家都以为 会以为是为了生命嘛 几番为什么跟踪 这名同行口中 行为怪异的计程车司机 因为当时他们接到线报指出 这名原本租计程车载客的问奖刘学强 向家人自称 使他杀害了日本女大生 大概 刘学强就是想 想买计程车 大概跟他的家人 有透露这个 希望大家支持他买计程车 那家人是没有同意的 那可能刘学强就蛮生气的 非常生气 意思说他已经要杀一个日本女子 不差再多这一条人命的 那有这样的威胁 威胁他的家人 家人不相信 那么他就拿一份报纸 有灯金口真一纸的 这这个照片的 这这个报纸 给他家人看 说女大学生就是我杀的 那么因为他有精神上的这种病例 病症 所以他家里的人 也是这个家伙又在乱讲 家人原本不当做一回事 还以为刘学强 是故意讲这些刺激的话 来情绪勒索 所以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又过了几天 这个刘学强又跟他家人讲 说有一个穿白衣的这个女鬼 每天都来找我 那么这个时候 报纸也一再地刊登 这个整理所的这个案件 那么他的这个家人 就觉得 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所以就跟他的朋友讲 那么这个朋友 是当时的新闻太手动 让刘学强出现幻觉 还是人真的是他杀的 情方当时对每一条线报 都不敢大意 担心打草惊蛇 因此先派人24小时跟踪刘学强 他跟邻居的相处的并真是很融洽 但他这个人就是个性比较怪异 他有准备 刚刚讲了 有准备一个十字工 其实他就是嫌动猫草 还有狗 他会用十字工去杀狗 射杀狗跟猫 他有这个习惯 你叫一个人杀人 你连猫狗都不敢杀的话 你怎么可能杀人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这个 他如果有杀狗杀猫的习惯 或者说 这个习惯的话 你叫有那个 不要杀人的可能 而且他们观察到刘学强 只要他下车 一定是 跑去上厕所 然后就赶回来 他好像就觉得 他以这个计程车为家 就晚上也睡在上面 然后去上厕所也很暖的时间 就感觉是好像计程车 是个他的堡垒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又有这么多的佛像 这么多的生活 他就觉得说 这个通常有一句话 对不对 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看鬼敲门 看他的这个行踪 这个行为不太正常 很异常 所以就决定 这个传讯 他传讯以后 他就是翻来覆去 因为他有精神病的 这个病例存在 所以讲话又欢欢呼呼的 手上又没有直接的证据 所以也无可奈何 只有放他走 但当时警方的直觉 就认为刘学强不对劲 因此并没有排除他设案 只是想再找寻其他的可能 经过这个各方面的压力 以及警方也希望能够破案 所以后来这个刑事警察局 就重新过滤所有的这个嫌犯 过滤完之后 就觉得这个刘学强 蛮可疑的 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亲属 然后去密报这个事件 让警方也觉得说 这个感觉上好像有点言之澡澡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继续追刘学强 专案小组认为刘学强向家人讲的话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因此一个多月后重启调查 这时候线索就一个个进来 第一个他的邻居说 他们家晚上有女生的哭声 所以他们还特别跟刘学强说 为什么你们家有女生的哭声 然后刘学强听了以后脸色大变 所以就以后就更不敢住在家里面 刘学强也去查了他家水表 一些旁症 我们就发现当警口 警口那个预害那段期间 失踪那段期间 他家的水表 这个用量是暴增的 发现比一般家庭 也比平常多了五度 那通常一度代表一顿的水 他们说这五度的水 五顿的水 他用这么多水来干什么呢 是不是洗洗沙沙的 我们有怀疑 这个应该是他有在清洗 比较重大的一些 所以用量才会达成 还有他的邻居也说 在他们家里面 常常有焚烧东西的这种情况 也是那几个月的事情 我们是怀疑说警口的第一时间 怀疑警口的整理者 他的水手可能埋在他后院 那个时间点上还有这个 不寻常的迹象 所以我们有点锁定 有点锁定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细化 和我一块翻阅 记着秘密档案 警口真理子真的就埋在 刘学强家的院子里吗 这只是专案小组的大胆怀疑 不过事实上就算那个月 刘学强家里的用水 的确超过了平时用量许多 就算刘学强 他真的有在院子里头焚烧东西 也不能够证明 他的确杀害了警口真理子 不过最后专案小组 仍然决定孤注一职 要采取行动了 果然有个老刑警 他一脚踏进这个院子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奇特的感应 他感应到了什么呢 早上九点 进居会议室内 警口真理子专案小组成员 各个表情严肃 针对该不该直接 居提刘学强 陷入一番唇枪舌战 因为目前手上仅有的证据 只有刘学强家人密报的笔录 用水量暴增的水费单 还有邻居说法而已 我们得到证据是相当的薄了 相当的少 不过那一段期间 其实也没有其他 比较可能的线索 证据还太少 当然如果直接具体的话 可能会有点冒险 但最后警方在 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只能孤注一职 专案小组缤纷两路 一组人打刘学强 另一组人直到他家搜查 这是警方的一个习惯 就是每次到了疑似 这种可疑的 很可能是命案现场的地方 他们一定会 就是在没有伤的时候 也会双手合十 祭拜一下 然后口里难难念的 就是说如果他 这个时候有灵的话 希望能够引导警方破案 那有一个老刑警就在这边 在他家里面 在刘学强的家里面 也是这样祭拜的时候 就是对警口真理说 如果你是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麻烦显灵一样 结果他才说完 就突然之间 他觉得被推了一下 可是他一看 附近都没有人 他觉得怎么会有人推他 这个时候他心里就很笃定 他说凡是有这种情况 然后很可能 那个地方就是命案现场 老刑警不止研判 他家就是命案现场 也怀疑刘学强就是将尸体 满在这里 那当天搜索的那一天 大概将近20个人下去开挖 我们分班下去开挖 原校十字岛全部没有下去开挖 挖到将近三公尺三岸 已经浮现到那个烙谷石 就是类似研盘 就发现已经不可能 这已经不可能是埋尸的地点 埋尸的地点另有他处 所以才请征讯的那一组 问他到底埋在什么地方 但刘学强会肯说吗 上一回警方询问他时 他否认到底 这一次警方利用打听到的消息 突破他的心房 专案小组质问刘学强 为什么不敢睡在家里 是不是梦到警口针离子来锁命 没想到他吓得全认了 他承认这个事情 他就告诉警方说 每次他晚上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大概就是到了他杀 警口针离子那个时间点 他就觉得一张脸浮现在他面前 然后越来越靠近 然后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杀 就是这样子 越来越靠近 贴到他的脸 所以他就吓得 晚上不敢待在家里面 深埋在内心的恐惧 成为刘学强的弱点 让他一五一十的招供 和警口针离子相识的过程 而整起案件在当年轰动一时 不只引来国内外媒体 真相报道 还将案件内容改编成 那么他那一天是正好没开车 就是骑他自己的摩托车 到处跑 正好就两个人碰到 1990年4月7号中午时分 刚下火车的警口针离子 在高雄火车站前 找寻驻驻旅馆 一路走到了建国三路 恰巧遇见骑车经过的刘学强 所以他以为把这个警口 当做也是老实了 他不晓得是外国人 所以就跟他嗨来一声 结果这个警口也回答这个嗨 刘学强就把摩托车停下来 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帮忙 结果听不懂 这个时候刘学强才晓得 对方是日本人 进口就是拿笔子出来 我想找比较便宜一点的 类似青年旅馆这一方面的旅舍 刘学强也很热心带他去火车他附近找 实际上我在环境那边旅馆 便宜是便宜 但是环境并不是那么好 环境并不是那么好 那金口就都不是很喜欢 那后来刘学强有要提议 不然就去住我家 也许金口真历史 就有台南的李先生的经验 所以是不是又碰到这个好新人 所以他也就放心了 一位又碰到了热情的大哥哥 金口真历史完全没有一丝警戒 刘学强也见地主之遗 待他一路迟迟何何 走完一天的行程后 刘学强就在这井口真历史 回到高雄飞机路的家中 白天的他看似好心的伴游 但到了晚上 他却成了披着羊皮的狼 他就要求他这情况 但是这个金口就拒绝 那么可能是恼羞成怒 深夜趁那个金口熟悉的时候 他用十字枫一枪 就把那个太阳穴就贯穿了 然后这个杀死了这个金口之后 然后他把这个隔天 他把这个十字枫丢到七千路 骑到七千桥 把这个十字枫丢到那个爱河里面 人死了以后 因为他要弃尸 那所谓分尸 通常都是因为要弃尸 才把它分尸的 而且他也想好了 头跟身体不要丢在一起 因此流血强 把尸体分装成两袋后 趁着大半夜 四下无人之际 悄悄陨尸 他骑摩托车 他不是开车 他是骑摩托车 骑到台南 他目的是说 万一这个事迹败落 他想把这个 这个侦探方向 把它导引到 是在台南 他知道 井口从台南过来 他想把这个 嫁祸到台南 这个理性的友人 这一部分 现实大老远 跑到台南气湿 紧接着 再回到高雄住宿 清理善后 他射死了以后 尸体流出的血 就很多 所以怕他还很仔细 把这个水沟 往外的水沟 这个堵起来 怕这个水水 流在后面 那么让他血滩 这个集中在后院 然后地干 等到干来以后 还把它放火 这个烧掉 还有这个床具 这个陈具床 这些都分批的 用摩托车 这个再出去丢 刘雪强的四百贡词 来龙去脉 说得仔细 因此专案小组 先将刘雪强 移送到高雄地检署复训 没想到第一时间 遭到检方拒收 当时具体到案之后 就只有刘雪强的自白 然后其他的东西 通通没有 只有单纯嫌犯的自白 所以这个检察官的认为 他认为是 证据率是相当薄弱 所以检察官的 不倾向于压 不倾向于积压他 他形象于说 你们要继续查 要把这个主要的证据一定要找到 所以我们刘雪强 压着刘雪强继续去查 去找西施的地点 毕竟这是起国际 瞩目的大案件 也间接影响着台日关系 能找到尸体 找到凶器 才是最直接又完整的证据 因此警方24小时压着刘雪强 要拼凑命案拼图 好 人送到了检察署 竟然遭到了检察官的拒收 这似乎给刘雪强一个暗示 只要一天没有找到关键的证据 那警方拿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刘雪强他不配合了 他带着警察绕来绕去 把专案小组耍得团团转 刘雪强说 他把十字弓丢到了高雄的爱河去了 他以为过了这么久 就算要打捞恐怕也捞不到了 但没有想到潜水人员 才下水不到一分钟 就找到了这把杀人的十字弓了 清晨六点多 警被车内 当时的高雄市行大副大队长杨子静 于了一名刑事局干员 压着刘雪强气氛凝重 已经连问了三次 尸体藏在哪的杨子静 口气略显不耐 他说我杀了 但是问到证据 尸体丢哪里 移到哪里 他也不讲 他说随便丢了 我说好 那你随便丢 丢哪里 你带我们去 一下子带到东 一下子带到西 就是没有真真真真切切地 带我们去找那个事故 真正的地方他都没有带我们去 都带我们东片西片 背负着非找到证据不可的压力 专案小组只能跟刘雪强 慢慢磨 慢慢耗 几个小时后 他又突出另一个地点 他杀了以后当天就把尸体 就这个分尸 那么头就当天晚上骑摩托车 丢这个拿到台南市的 这个南门路一家教会的旁边 一个垃圾堆就丢在那边 但毕竟过了快一年的时间 装有头颅的塑胶袋早就被清走了 专案小组询问环保局后得知 放置在南门路的垃圾 会被送到台南归人乡的南沙轮 垃圾埋场 因此大批警力前往现场探勘 到现场去看 那么大的这个面积 又那么厚 还有朝气 如果算得精确的话 那个地点开挖下去 开挖下去 最节省的方法 可能那个挖的钱可能不少 是不是要放百万上 不止 可能都要上千万 而且还不一定找得到 然后这个掩埋的垃圾场 可能会造成空污 一些空气污染 或是环境污染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 所以这部分我们大概就作罢了 就没有再去找这个头颅 那头颅以外的四肢躯干呢 刘学强藏到哪里去了 他也有讲 某地点然后去找又没有 那再又说第二个地点 去也是没有 跑了好几个地方 绕了一堆冤荒路 被刘学强耍得团团阵的他们 已经在大台南地区 整整绕了两天 没想到一切又回到原点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晚上八点多 我们都还没有吃完 那么有些想说看到这个面摊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吃完面 我说你还没有吃我们也没有吃 不行你要吃饭的话 你先讲到底你尸体是丢弃在哪里 我们再一起吃饭 那么他可能我们自己肚子都饿了 那我想他也是饿了受不了 那么他就讲 头颅外的尸块 他就载到崇明十三街这个一个汽车上行 后面一个大空地 一棵大树底下 他就把它丢在那边 没有买 隔天再带两桶汽油去烧 放火烧 期间还有消防车来灭火 灭火以后消防车也就撤了 也都没有 这个案情是有点离谱 怎么可能放在那边光天花日之下 那么久的时间都没有人发现 所以我们回去开会 那么开会的时候 有些人说阿姨你说骗了 你不要去听那些消耗 但是我是坚持说 就算被骗就是最后 算算最后 明天我们一大早就到台南去挖挖看 不顾其他人笑他太傻 太天真 杨子敬仍抱持着一丝希望 隔天一大早出动挖土机 以及四十多名警力 到刘学强供出的这一块 面积宽达两百多平的空地代名 宏明十三街的这块空地 当时因为地主一直没有盖 所以在那边整地 整了好几次 第一次因为防止登革热 这个政府来除草 但是很奇怪 除到这个树下机器就坏了 这个推土机就推不动 再怎么修也修不好 只好拖回去 第二次说要开闭这个停车场 也是请推土机去推 我们带去的那些 就是头工啊 冰藏业那真的很厉害 我们刚开始开划了 就是用小怪手在挖 因为也不确定有没有 可是真的就是那些 他们是很专业 挖过来倒下来 有很多骨头 也有猪骨头 什么骨头 鱼骨头什么都有 可是挖过来往下掉的过程当中 这些冰藏业的看到有块骨头 他认为那个就是人骨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暂停了 开始用人工挖掘 就不敢再用怪手挖 就好像这个考古学者 在挖堡一样的 我们就很小心的 这个一铲一铲的把它挖 然后用筛子把它筛 这个人骨的就把它捡起来 后来就找到 这个一百多块的骨骸 把那些骨头集合起来以后 真的就是一副人骨 头颅以外就是一副人骨 他的身高不是一个很高的人 是一个应该是160以下的 他的高度 他的高度 那另外的官员的性别 初步的判断 女性的成分巨多 所以我们是暂时确认 这个是筛口筋铃石 那么我们就带有些墙来现场 他一下车大概就很腿软还是怎么样 其实在车上都已经很激动了 心情已经很不稳定了 你看这个是不是 你丢的这个筛口筋铃石 他突然就跪下来就哭 那么这样子的他说是 杨局长就请我们去 请那个张医生去买那个 筋子跟那个箱拿来 我也拿去箱来 就这个用日语讲 说玛丽姜 犯人捕捉了 安心して日本に带来 这个就是说 我已经抓到嫌犯了 那么请你回日本安息 埋了近一年的尸骨 终于出土 警方将骨骸送到刑事局 经法医杨日松跟李昌宇博士 鉴定之后指出 这具尸骨是年约二十五岁 身高一百五三公分的女性 特征跟真理子相似 而且左肩骨又被砍过的刀痕 跟刘学强供诉拿柴刀分尸的自白 是相符的 另外骨骸化验后 两次结果皆显示 血型为O型 和日本提供的井口血型 完全吻合 这个消息让专案小组 为之振奋 对接下来要找凶器的他们 信心大增 凶器也是主要证据之一 所以他既然说丢在 这个爱河的七仙桥 所以我们就带他到现场 那么借了一部摩托车模拟 他丢十字弓的地点 于是专案小组特地找来潜水救难协会人员帮忙打捞 三十名人员在爱河左右两侧排成两列 原本以为搜寻困难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好消息 不到一分钟就找到了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媒体记者就不相信 有些人还讲说 这个十字弓是我们事先丢的 其实这个十字弓不但断了 而且有这个秀 丢弃了近一年的十字弓 竟然奇迹似的被捞到了 接连的好运气 让警方也觉得不可思议 人在日本接到消息的警口真理子妈妈 虽然不愿意相信女儿真的死了 但两天后 警口九子还是怀着忐忑的心 来到台湾 警口真理子的母亲 警口九子 今天下午四点十五分 搭乘航班机抵达台北 警口九子一下机就直奔高雄 当他踏进法医室 看到没有头的人骨 警口九子瞬间情绪溃提 不停拿手帕室内 激动到要旁人参扶 那就跟他讲说 他们两个人 有警口跟学厂的两个人 有详细的这个鼻痰 说父母亲离婚 父亲现在是做开水果店 母亲是当保险的这个重券 那么这三句话 都是报纸上没登的 所以可以相信 但警口真理子的妈妈 还是无法置信眼前所见到的 就是女儿的遗孩 接受媒体访问时 他也表示 除非警方能找出这一项证物 他才愿意相信 他的要求是说 希望我们警方 把这骨 头骨找到之后 才愿意做DNA的比对 于是警方重回 投入被弃制的南沙人掩埋场 再一次评估 你要翻 不但人力不够 要容纳这一堆垃圾场的 垃圾的场地找不到 那么在翻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朝气 发为中毒了 可能会遭受在这个人命 一路随心的警口九子 看到这片面积如此辽阔 也认为要找到女儿 投入的几率 微乎其微 因此没有主动要求警方开挖 但或许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吧 虽然坚信女儿还活着 警口九子还是特地到警方 挖出骨骸的空地击败 当他跪地献花的那一刹那 忍不住痛哭失声 连旁人看了都觉得不忍 警口九子离开台湾前 还是不愿意做DNA比对 强调要找到女儿的遗物 才肯相信他已经遇害 因此警方积极找寻 警口针粒子的后背包 以及放在包包内的雨伞 手电筒等用品 因为刘学强他有描述 说他的把背包是丢在那个 中华五路跟那个修文间 以前叫中国晚报 那边也有 丢在这个前阵某一个 某一个点的这个垃圾车 所以我们就按照他讲的 这个地点时间去找这个垃圾车 这些警察队都有看到报纸 知道这个是大案子 然后他们回想 之前他们有这个 之前他们有在那个地方 刚好就有这个状况了 因为这个背包丢的时候 这两位警察队 觉得这个蛮新的还可以用 为什么要丢 这个丢了这个可惜 把这东西有拿起来 他们拿回去 其实他们也没有用就放着 那专业小子拿到这些东西之后 有偷管到跟那个 警口整理子的妈妈 他们联系 警口妈妈后来发现到 看到这些东西以后 她不得不承认 这个骨骸真的是他们人的 后来是这个样子 才愿意接受DNA的比对 在日本的警口九子 主动写信给台湾承办检察官 表示同意接受 DNA检验 并把协议从日本空运来台 最后经分析比对 鉴定结果出炉 证实这一句无头尸骨 就是警口真理子 当年警口真理子的命案 震惊了台日 后来陆续传出了很多 不可思议的传闻 日本女大学生 警口真理子命案 轰动台日社会 当时 许多国内外的媒体记者 都紧紧跟着警方办案行动 也听闻不少怪事 刘学长这个人 非常的诡异 他虽然说他在空地 看到这个尸骨的时候 他有跪下来痛哭流涕 可是他同时在征训的时候 他有一度想要趁警方 不注意的时候 想要跳楼 正当刘学长想要跳楼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阵大风吹来 好像把他人这样子 已经半生出去 又把他摧毁那个地方 他就吓了一个大跳 他就觉得说 难道他连死都没有办法死吗 还要好像是警口真理子 不让他死 那他一定要来 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就连捡到警口真理子雨伞 手电筒等遗物的清洁队队员 也向警方抱怨了这件事 有点诡异 有点灵异 他们带回去他们也没有用 带回去就放着 其中还有一个说 他带些东西回去 他一年都生病 说我整年都破坡 是不是这些东西 就要再作祟 更离奇的是 位在台南市重铭街道内 刘学强气势的那棵树下 附近居民也曾听闻 难以解释的状况 我小时候听过 那边的讲人 孩子骑过去 跟妈妈说 为什么那边有女生在哭 有一位当经理的一位男士 就提到就是说 因为他把车子停在这棵树的底下 可是晚上回去的时候 有一次突然就觉得 一个无头的东西 扑到他的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把他吓了一大天 他说奇怪 这个地方有这棵树是不是太阴了 所以他就找人把这棵树给锯掉了 当时刘学强就把这个尸块 气势在这个树底下 可是警方赶到现场 傻眼了 没有树眼 所以后来就问了附近邻居 就是因为那位经理就把这个宿给锯掉了 当年金口真离子的命案现场 曾经荒废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又盖了房子 但没有想到相隔29年之后 同样的地点 竟然又发生了 骇人听闻的分尸命案 警方带着无形嫌犯回到他 杀害分尸女友的租屋处模拟 他一路低头不语 在这个地方成为 金口真离子的命案现场之后 也荒废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就是停车场 那在这个停车场 经过好几年之后 后来地主把这个停车场 卖给建商 跟建商盖了这个房子之后 结果没有想到 经过二十多年 快三十年的时候 又有一个分尸命案 发生在这个同样的这个现场 而且当时就是发生在 这个大楼里面 而且就是金口真离子 所弃尸的这一个空地 相隔29年的巧合 让人不得不多做零像 会生会影的各种传说 也让整起案件增添 诡调气氛 其实他是被判除死刑的 不过后来却因为减刑 他逃过了一死 刘学强在服刑期间 他的情绪控管有问题 他最后只能够安排 住进了独居房 甚至连家人都拒绝 让他假释回家了 还放话 谁把他放出来 谁负责任 刘家人把房子卖了 与他彻底切割 不止家人对他失望 被囚禁在台中监狱的刘学强 也遭到育友私刑殴打 在线索里面 通常他们对于这种 虐待儿童的 虐待女人的 或者是奸杀的 这一类的人 都会被整得很惨 他们会用各种方法 然后趁着管理员不在的时候 用各种方法去整 2004年 玉方将他移往宜兰监狱 但他又因为长羽人起口叫 而被关进赌局房内 刘学强提报假释期间 玉方也试着联络他家人 请他们提供住址 来安排刘学强出狱后的保护管束 没想到家属根本不想让他自由 然后那极端的分子 他那个随时都有危险性 比如他那个情绪会很不稳 人际关系又很差 所以他是很特殊的人物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 连在家里面有说 谁放他出来谁负责 他家里面不会再负责 他们一旦建议才会找我们说 你们要不要来评估看看 我们去评估两次 一次是我请我们同工 两三个人去评估一下 回来他们报告一下 他就是说我现在脖子很强 我现在身体很好 我可以适应社会 我身体很好 没有谈到他说 我想要认罪回感 经社服团体评估后 也认定无法收容他 被认为没有悔悟之心的刘学强 短期内恐怕还是得乖乖待在雨中 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我们再会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在每个扑朔迷离的重案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剥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5一次 频道订阅人数出货了100万 感谢您对一路上的指使 我们会更加努力